嘿!你是不是看到了很多这样类型的频道? 这些频道组并没有在镜头面前露脸 他们使用的是这样的卡通数字能形象经济说 他们频道也能够获得很多流量 这期影片我也把他们制作影片的核心秘密告诉你 那就是他们是怎样制作出这样的数字能形象的 我不希望展示给你完整的制作流程 而且使用的都是免费的工具 嗨!我是Greyson 这频道就要是谈关于YouTube频道音、流量变现以及网络串的内容 我们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要记得要对我们频道 首先我们需要使用Canva这个工具 去帮助我们创建出数字能形象 这里我们需要选择16比9的格式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影片 然后它的格式就是16比9的格式 或者说你可以选择YouTube缩图的格式 它也是16比9的格式 现在就进入到了Canva的编辑界面了 需要来到左边去选择应用程式 然后可以在这边去找到魔法媒体功能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文字转图片的功能 它的操作步骤就是 你需要描述一下你想要的影像 然后Canva的AI就会帮助你生成相对应的档案 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我想要描述的文字信息 我现在在屏幕上面展示 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 希望大家能够截图下来 然后我在这里面去输入文字的信息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样式 它这里默认展示是5个样式 你可以选择这个查看全部 这里面会有更多的样式 这取决于你想要让你数字人是呈现出什么样的形式的 比如说你想更加真实的 你就可以选择照片的形式 想要去更卡通的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梦幻或者是水彩都是可以的 当然在我提供的文字信息的时候 我已经提到了需要怎么样的形式 它是扁平插画式的 极尖主义 简约的风格 随份插画的形式 所以我可以不用选择这个样式 接下来这个狂高笔需要选的横式的 然后就可以选择产生影像了 现在你可以看到 它就帮我产生出了四种影像了 比如说这是第一种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正面的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形式 去让你展示在你影片里面 第二个它就是这种风格的 也是正面的 但是会更靠近一些 第三张是这个风格的 它是比较侧面的 这个对于我们展示YouTube影片来说 就比较不适合了 然后第四张是这样子的也是侧面的 所以第三张和第四张都是比较不适合的 然后这一张它距离镜头比较近 所以相对于这一张来说 它的构图是比较适合于展示在影片画面里面的 我也可以选择再产生一次 去看一下第二种效果 接下来又产生了四种效果 你可以看到第一幅画和第二幅画都是侧面的 我们可以不用选择 然后第三幅画稍微正面一些 还是有些侧面 你可以根据自己想的效果去选择 然后第四幅画是这样子的 它是稍微有点侧身的 然后是看一下底下的 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个素质人形象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自己想要展示出的效果 去选择最佳的图片 我提供给大家这些文字的提示也是能更换的 比如这里面 我写的是穿着黄色脸帽卫衣和太阳眼镜 我可以把它变成红色的脸帽卫衣 这里就可以看到我的素质人就穿着红色的卫衣了 这个效果是不错的 可以当成是一个参考 比如说今天这些影片我就选择这个去当做我的素质人 我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选择右上角分享 选择下载 这里面不用MP式格式 选择PNG或者JPG都是可以的 然后选择第一页 然后选择完成 这里面选择下载 假如说我们对Canva的AI就生成了这个画面的背景 或者是桌面上面的一些元素想进去修改 或者加入一些其他新的元素 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工具 它也是免费的工具 我们需要搜索Adobe Firefly 到它的网页上面 然后找到这个Generative Fill 选这个按钮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上传刚才下载好的图像 你可以看到刚才我的图像就被交入进来了 比如这里面我想交入一个立式的麦克风 我可以选择添加 这里面我可以在这里面去涂抹它的区域 比如说大概是这个区域 这里面输入信息去描述你想要先生的图像 我的描述信息是立在桌子上的麦克风 然后选择生成 这里可以看到它就帮我生成了三种形式了 这是第一种形式 它是黑色的 然后这是第二种形式 它的头是蓝色的 麦克风的身体是黑色的 然后这个是第三种效果 它的麦克风的头是银色的 然后它的身子是黑色的 我觉得这三种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我个人更喜欢这个黑色的 然后更匹配我整体的画风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保留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就添加一个麦克风了 更容易的去缝补我的画面 我现在这个数字人它是在一个书桌上面的 所以我可以选择这里面去添加这笔 还选择添加 这里面涂抹一下 我的描述信息是一支笔放在桌子上 然后选择生成 你可以看到现在生成了三个样式了 你可以看到第一种样式是这样子的 它帮助我生成了不止一根笔 然后第二张图是生成了一支笔 然后第三张图是这样的样式 我个人更喜欢这样的样式 所以我可以选择保留 然后对于这个背景也是能够处理的 比如说可以添加一个霓虹灯的标志 例如说在这个区域 我可以选择添加涂抹它的区域 比如这里面我输入信息是蓝色霓虹灯 可以去生成一下效果 现在生成了三个效果了 这是第一种效果 然后这是第二种效果 这是第三种效果 它不是蓝色的是黄色的 我可以选择这个更多 这个时候又生成了另外三种效果了 这是新生成的第一种效果 这是第二种效果 这是第三种效果 我可以选择保留这个效果 然后选择保留 这样我的画面就更加丰富了 这里面有个圈 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时钟也是可以的 我选择这个添加 然后涂抹这个圆圈 让去生成一个时钟 这里可以看到它就帮我生成了时钟了 这是第一种效果 然后这是第二种效果 然后这是第三种效果 我个人喜欢这种效果 然后选择保留 像整理的画面就跟一开始的时候 会更加丰富了 如果想要下载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下载 先为告诉你 如果让这个数字人去开口说话 这是最核心的技术了 我想在我展示之前 如果你喜欢这期面的分享 想让我以后出更多类似的教程 希望你能够现在为这部影片点个赞 让我期待 也十分感谢你录的支持 想让我们的影片去变成动态的影片 需要来到这个Upflow这平台 首先需要选择Video Studio 然后选择Create Videos 如果你还没有它的账户 你可以选择这个Sign Up 它的注册很简单 你可以选择输入它的用户名 然后你邮箱地址输入密码 就可以创建账户了 或者是直接使用你的谷歌账户也是可以的 在我们注册好之后 可以选择这个Create Videos 首先我们需要选择这个Uploads 这里面上转我们刚才创建好图片 这里面我们就上转好了刚才创建了图片了 然后选择它 现在它就帮我去侦测这个脸了 你可以看到出现了点状况 它没有办法去侦测到我这样图片里面这个数字人的脸 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也是会有的 罗则工具没有办法去侦测到这个数字人的脸 是没有办法去让它进行说话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更改一个步骤 在你用Canva去创建出图片的时候 先来到这个平台上面去上传这个图片 去看一下这个平台能不能侦测到这个数字人的脸 如果能你就可以去Adobe Firefly那边 去更改一些元素 去添加或者修改一些元素 去修改它的背景都是可以的 这样就可以保证你精心做出来的数字人 它是能够去变成动画的 现在我就需要去更改到其他的图片了 比如现在我新上传了一个新的图片 去看一下它的效果 现在就可以看到它的AI技术就帮助我去侦测到这个人的脸了 然后我需要选择这个麦克风的标志 去让这个AI去帮助我对这个人脸去进动画 现在左边它有一些人的声音 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这个人的声音 如果需要选择他们的声音 你需要在这里面去输入文字信息 他们就按照这个文字的信息去浪读 或者是我推荐的大家可以去上传你自己的声音 使用的声音能更好地去帮助你去创建你的个人品牌 像我上传一段我自己的音频了 之后就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标志了 去下载这段影片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渲染出来的影片 这个就是我渲染出来的影片 嗨,我是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谈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 以至网络出现内容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订我频道 你可以看到在左上角会有一个upflow的标志 我们需要找一个平台去驱逐掉它 我们需要来到这个平台media.io 然后选择video 选择这个watermark removal 在这里上传刚才我们做好的影片 这里面我们使用这个笔刷去涂抹这个logo 然后选择这个removeobjects now 现在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影片就没有那个logo了 嗨,我是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谈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 以至网络出现内容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订我频道 然后这个素材我们是可以无限利用的 我可以把它导入到我剪影里面 然后右肌 选择分离音频 然后把这音频删去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素材 去配我们任何的音频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可以使用剪影里面的录音 在这里面我就可以开始录音了 可以录出你不一样的音频 去配合这个素材去进行使用 都是可以的 我来看一下效果 在这里面我就可以开始录音了 可以录出你不一样的音频 去配合这个素材去进行使用 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可以一直循环利用这个素材 去交流到你影片里面 去作为你素质人动画 如果你打算不露脸 想要利用这些素质人的形象 去来制作影片 接下来我会分享这些技巧 去帮助你获得更多影片的流量 首先根据个观察 有很多进得不错的这类型的不露脸频道 他们用这种素质人 不是说贯穿整部影片的 都是贯穿于其他画面之间 在这些画面里面穿插出一些素质人解说的画面 如果说你整部影片都是这种素质人形象 在镜头面前解说 那么观众在看了久之后也会觉得很无聊的 其实你还是在创建自己的个人品牌的 只是你没有实际的在镜头面前露脸 你是使用这样的素质人形象的 观众也会只记得你这种素质人形象 这种最推荐的就是 在镜头面前露脸去建立起你的个人品牌 但是如果你说我实在不想露脸 你可以使用这个素质人形象去代替你自己 最比那些又没有露脸 又没有使用素质人形象的影片来说 更容易和观众去建立起联系 我看到这类型的频道有很多都是经得不错的 他们的影片流量很高 观众的互动率也很不错 所以以这样的方式不露脸去做YouTube频道 是在YouTube上面的一种全新的趋势 除此之外 你还需要有比较强的无暗能力 即使在你没有在镜头面前露脸的情况下 也是能够一直抓住观众注意力的 这点非常重要 我观察到了那一些 使用素质人的不露脸的频道 他们一个很强的优势就是 他们的无暗能力非常的强 他们有很不错的故事叙述能力 能够一直抓住观众注意力 不知不觉就让观众去看到了影片的结尾 这种影片的制作形式是可行的 你可以不用在镜头面前露脸 使用素质人的形象 但是你本身的影片内容 就更需要抓住观众注意力了 这样的影片才能够获得更多流量 如果你好奇 我是如果使用AI工具 去做出一部完整的YouTube影片 并且做好优化的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够做个影片点个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来记得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追踪我IG 能够和更多互动 那么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